美国前国务卿希拉利荣升为准候选人 代表民主党出征总统大选已成定局 现在就连现任总统奥巴马也为希拉利背书 支持他担任美国总统 还形容白宫主人舍希拉利取谁 顿时成为希拉利截至目前最重量级的拥护者 奥巴马和希拉利八年前为了总统大位争破头 但八年后的今天 曾经与希拉利共享福也共患难的奥巴马 在一个由希拉利竞选团队发放的三分钟短片中 全力拥护希拉利出任总统 堪称是奥巴马对他的最高赞誉 美国第一名非洲裔总统表明 希望看见白宫出现第一名女总统 奥巴马以当年两人竞选到希拉利出任国务卿等等连串发展 赞赏对方的度量和能力 希望党内大团结让民主党继续执政 而奥巴马下个星期开始 就会和希拉利一起出席竞选活动拉票 看头十足 这就是一切兴奥巴马以后 我和我过年纪的年纪 都从厉害到真正的朋友 这就是世界上的这种人 我认为他有我的背后在这种选择 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我们来写一共产 在总统的选择 就像我们在2008年他在轮延 不过民主党是否能大团结 关键人物在于他 尽管另一位参选人桑德斯大势已去 但这名74岁的资深政客 准备抗争到最后一刻 完全没有退让的意思 桑德斯星期四会见奥巴马 和国会民主党团议员时 拒绝评论奥巴马拥护希拉利的决定 只是亦有所指 表明会与希拉利联手 阻止共和党的特朗普当选总统